盈盈 别动 滚 于九云 你又要干什么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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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于九云 她们又做错了什么 你有什么事情救我来 宁苏身上的苦毒是南疆独有 苏家乌骨之掌乃是乌医出身 除了你们 还有谁 苏家使用乌骨之术害人 按照律法 当诸九族 我 我 我承认 我都承认 月九云 你快放了他们 我安宾 她才无死 我碎 如月也才刚满十六 你们又如何下得了手 要是本王知道的再晚些 只怕如月也会写些丧命 云云 不要求她 我们苏家世代忠良 万心无愧 还真以为本王不知道 你们接受赐婚 让苏燕嫁给本王 就是要监视本王 这些我都可以接受 你害死了如月 就由你们全家来陪葬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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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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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快就怪你自己 他们都因理而死 不 不 不 爹 早知今日 何必到处 你若早些周公 他们也不会受罪 报 王爷 白姑娘身上的病又犯了 什么 马上回府 让她在这里看够一个时辰 别让她中途自尽 我要她活着 是 叶苏 叶苏 感觉怎么样 王爷 叶苏好疼 王爷 药来了 来 趁热把药喝了 怎么样 感觉好点了吗 还疼吗 叶苏没事 王爷 你还是赶紧走吧 别让王妃姐姐生气 本王已经把她打入地牢 她是个罪人 你提一个罪人做什么 虽说姐姐 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但她与王爷您毕竟是圣上御赐婚 若是哪天圣上怪罪了 我 担心王爷您 那毒妇害了如月 还要害你 本王自不允许 当年在甸礼 若不是念苏出手相救 本王定活不到今天 本王承诺过 一定会护你一世周全 王爷 本王已经废了苏燕那王妃之位 担意良辰即日 并正道光明地立你为王妃 兑现当初的承诺 既然如此 那好吧 你放心 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为你找到解毒之法 那王爷 可不可以不走 多陪念苏一会 好吗 那好吧 姐姐 这几日 你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你这娇贵的身子 怎么受得了呢 原来干什么 我是来告诉你 苏家人都被扔去了乱葬港 死无葬身之地 什么 哎呀 姐姐 当初可是你哭着喊着要嫁给王爷 你爹 才舔着张老脸去求圣上赐婚 他如果知道 因为你满门死绝 会不会当时就把你逐出家门呢 是你把百念苏 是你杀了月如玄 福都教会 是我又如何 王爷现在信你了 我现在 可是她的救命恩人 哎呀 还得多亏姐姐了 多亏姐姐这玉佩 我才能有精确 这玉佩是我的 还给我 这是个冒牌货 你冒充我 要怪就怪你自己 当初把这个玉佩落下 不然 我也不会捡到不是吗 不过不得不说呀 你们苏家这秘制古毒 的确厉害 发作起来 闻生 今日王爷来看我 都要心疼死 参见王爷 姐姐 你现在是不是很想杀了我呀 来 今天我给你这个敬步 叶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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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羽衣 快 我没事 我今天来 就是想来看看姐姐 苏燕 不是我 是他自己 你这双手 只会吓唬害人 要来何用 不如废了 你坐 坐 阿爹 这是什么 这是不死骨 能让人起死回生 相当于你有两条命 这不死骨 不但能保你的命 还能种给别人 救活别人的命 那我身上的 也能给别人啊 那肯定了 但这不是骨 一人一生 只能用一次 下了用过以后 会有反噬 三个月内 不能开口 所以 你给下了以后 一定要考虑清楚 若是你能遇上 你愿意给出 不死骨的人 那人 一定是我们奄奄 愿意相守一生的人了 三王爷 三王爷 你怎么了 死了 听说三王爷 奉旨前来南疆平反 是我朝的大英雄 这么死了 太可惜了 我这是怎么了 恩人 是你救了我 对吗 恩人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是不能说话吗 你要是不能说话的话 你捏捏我的手 好柔软的手 想必 恩人是个姑娘家 虽然姑娘不能言 可否告诉玉某 姑娘性命 我这样总叫姑娘 也不好 苏姑娘 你怎么不说话 宋姑娘 你没事吧 宋姑娘 待我完全恢复后 姑娘 便和我一起回王府吧 小半生 我会好好待你 护你一世周全 这枚玉佩 是我自小胃胎 就当作 是我们的一个信物吧 天使给你把脉 听说你还孕了 动手 是 你要干什么 你又要干什么 王妃娘娘 只要你乖乖地喝了这药 是不会有感觉的 最多 那就是动心 叶九月 这是你的孩子 这是你的孩子 天使说了 你自小接触毒蛊 虫蛊 体内五毒俱全 就算生下来 也是个毒胎 降生于是 有害无益 更何况这个孩子 是我被迫服药 和你原方则有的 就算生下来 陛下也不会认 玉九月 你连自己的亲身骨肉 都能下此毒手 你简直丧尽天良 亲骨肉 你私会外难 这个孩子 是不是本王的还不一定呢 你说的还是人话 天使 给我滚 是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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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听说了吗 王爷马上又要大婚 引起白姑娘了 是啊 要不是前王妃 白姑娘早就跟王爷成亲了 也算是善有山报 恶有恶报了 姐姐 这几日 你身子可有好些 白念素 你不用在这里假惺惺的 我好与不合 许你何干 念素 本王就说 何必邀请这样晦气的人 来参加我们的婚宴 王爷快别这么说姐姐 姐姐她也不是有换心的 她只是 一时被蒙蔽了心志 姐姐 这是我特地为你熬制的汤药 可以缓解你的伤口疼痛 来 快喝了吧 这是什么 好姐姐 这可是我用你父母的血泡出来的 你可别辜负了我的一番心意 白念素 你 哎 念素 白念素 你是个舍仙心肠的贱人 你就不怕操刀报应吗 姐姐 我 我只是想要治好你的伤 苏妍 你够了 像她这样的人 何必浪费准舍 这汤药 给她这样的罪人 真是糟蹋 她不配 一九月 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 想死啊 你弟弟还活着 本王没有杀他 放了他一条生路 他现在在我手里啊 你要是不想他出事啊 就给我好好活着 本王和念素大亨将至 也不想弄得王府气血过重 你说两句吉祥话让我听听 我可以免你三日刑罚 徐九月 你当真想听 好 那我就祝你们这对狗男女 不得好死 有多地狱 千道万挂 不得成生 还人 他从牢里给我带出去 好生养着 本王在大婚那时 我要他全程出席 对了 在你想自我了解的时候 想想你弟弟 我们走 徐九月 有一天 你会不会因为你做的事情后悔 来来来来 各位 那不是前王妃吗 倒真是个美人啊 没什么 此人蛇蟹行长 用污补害死王爷的妹妹 独月郡主 害了苏家被灭门 真不知道 王爷怎么会请她来 这位念 危险死 真没想到啊 苏太医用古术救人 他却用古术害人 苏家一家有这样的女儿 真是倒了血没了 来 喝吧 来 王妃 那就和大家 喝一杯吧 好 来 来 坐 坐 坐 苏燕 今天乃本王大喜之日 你丧着腹脸 是来哭丧的吗 有所听闻 苏家找你精通英律 可惜记录王府隐瞒 我却从未听过 今天是本王大喜之日 那就给众人来一首 祝祝姓吧 好啊 我也想听听 我等还没听过 前王妃吹的曲子呢 那就来一首 祝祝姓呗 来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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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确定要听 还不快听 还不快听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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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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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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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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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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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放